皮肤科医学会发现 有越来越多不合格产品 例如漏毒杆菌素、玻尿酸等等 从中国或者是韩国非法流入台湾 这些产品缺乏品质管控 不是没有效果 就是打完后容易造成红肿过敏 甚至呼吸困难等等不良反应 为了让自己的脸像瓜子脸一样瘦小 26岁的陈小姐曾经在美容医学诊所 打过三次肉毒杆菌素 还找朋友揪团美容 原本以为捡到便宜 没想到有一回竟然出现嘴部肌肉麻痹 不停流口水 无法进食等副作用 吓得她再也不敢随便做微整形 就是讲话的时候都会感觉快要流口水 因为就是不知道什么它很紧 由于医美市场竞争激烈 类似陈小姐的状况 层出不穷 根据台湾皮肤科医学会调查发现 有越来越多不合格产品 例如肉毒杆菌素 玻尿酸等从中国韩国非法流入台湾 而这些产品大多缺乏品质管控 不是没有效果 就是打完后容易造成红肿过敏 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的不良反应 如果说里面有一些杂质或是过敏的物质 就可能造成施打地方的红肿过敏 如果说剂量不对的话 就是会产生这个药物过量 甚至这些中毒的一些反应 医师建议民众进行医美疗程之前 最好先看清楚包装上是否有 卫福部核准字号 以及完整的中文标示 而且施打肉毒杆菌素 一个部位价格约在三四千块 玻尿酸ECC则是一万五千块 若低于市场行情 就有可能是假货 或者是已开封过的灌水货 记者赖顺美 陈昌伟 台湾报道